大家好 之前我在五讀月那一段影片跟大家讲过 我接下来会拍一段影片关于武尧城的大夫这个中医 可能有些人已经听过他的名字了 他有一个称号叫做穷人大夫 他看病是不收钱 而且不收钱了很多年 或者他觉得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就随便给吧 但是他在早期来说 他是完全不收钱和人医病的 他现在在西岸 但经常被人打压他是非法行医 也有很多医院医不好的病人是倾家荡产去医一些所谓的绝症 譬如是聋了 或者是说不了话的小孩 经过他的针灸 用针灸这个方法来治好他们 我不知道怎样可以在一段影片里讲完这个人的事迹 我尽量一些零零碎碎我知道的东西 在一起跟大家分享 你们也可以去看在腾讯的视频里面 其中有一个纪录片叫做《无尧城的针》 好像一连七集的 你们看完之后基本上会很了解这个人 我自己是在哭 因为他不只是一个行线的大夫的中医 那么简单 他是教很多他身边的人去做人 就是去行线 他所有东西 我也有幸 认识到他其中一个跟过他拜师学的徒弟 也是因为他 我才知道《无尧城》是谁 但我想可能对于香港人来说 你们可能会对他比较陌生 我其中在《无尧城的针》的纪录片里面 其实是看到 其实他一直这样跟他 由早上跟到晚 他是早上很早 可能不太起床 那些症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钱 所以找他去医病 已经排到可能有几十个症等他 他可以一个早上看几百个症 都是用针咎的方式 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做 因为那些人去到他的诊所 可能在山长水缘去到 只是想他去针咎 而不是找他的徒弟去针 所以你会见到他是睡眼星松 很累 然后就走去他的诊所 然后就开始他每一天的工作 你会见到那些人 不是你想的那种病 不是我们人们说针咎减肥 或者是医感冒那些这么简单 多数都是奇难习症 甚至是根本是很难医的病 例如是小孩子 说不到话 可能经过他三次的针咎 开始可以呆呆呆地说到话 也有些人听不到话 然后慢慢开始小孩子听到话 但他整个过程 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些片段 他好像很随意 好像很不在乎 但我一直说下去 所以你们会明白他是一个什么人 我觉得他是接近一个神级的男人 如果你们说某些明星是男神 或者是神级 如果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这个人 在我这些新人里 我才会称之为 他是接近神的一个男人 他还有一幕 就是一个男人 其实也是完全抽搐 和说不到话 就是呆呆呆呆 还有是有窮 他是给这个男人 一个交通费 再给他住宿 然后再帮他医病 整件事 就是他和这个人的对话 都是在这一套的记录片里面 就是说出来的 也很难逐个逐个案子 跟大家分享 但是他里面包含了 他没有好像很普通的事情 他也有很多徒弟 他的徒弟是 有一些跟他比较短的时间 跟了很久 但是施承之后 你看到他的徒弟 是哭到收不到声 就是 是哭到离了抱 就是一个成年的男人 就是他会觉得 在武耀诚身上 其实最学到的 都未必是那个医术 而是那个良善 人的良知 那么在这里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和他其中一个徒弟 他说了很多东西 我都可以在这里 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就和他说 我说我看完 因为他叫我看这个 《武耀城的针》 这部纪录片 我看完之后 就是认识多了 还有我看他 就是微博啊 各样东西 有很多他分享出来的 就是他每天的routine 其实都是 就是你看到不停地甬 痴牙 都是不停地帮人 Champion 以及 nietk 就其中有一句说话 我听到他说 garden 善良的人才会有智慧 我觉得很有力量 这句说话 真的说得太好了 很多人都以为li用头的面子 去 nearly害他 你就会聰明 其实真正获得智慧的人 你首先要有善良 还有我记得他有两个徒弟坐在那里听 他有写到说教 他坐在那里说 他说我现在传授给你的东西 就是 你们一定要将这一样东西 传给一些有得行的人 技术是要传给一些有品德的人 没有品德的人 什么都不要教他 那这一样东西都是 令到我觉得是 这些说话我知道是很真挚 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了 这个徒弟还跟我说 他说师傅还常常把很多东西挂在嘴边 不要因为伤害而放弃善良 不要因为伤害而放弃善良 这个说话 其实他真的表现得临尼尽致 你也知道 你去帮一些穷人看病 或者你免费帮人看病 你会常常被人不偷东西 是偷到医疗床 就是诊所的医疗床 煤气炉 钱 全部都曾经被病人偷过 但是那换是你 你觉得我现在做好心 就是我去 我去帮人 我免费帮人 但是你 就是我竟然给我一些 就是我帮助的人去偷回我的东西 喂我做什么要做这些 我为什么不收钱和别人针灸 就是我为什么还要做一个 一个窮人的大富 但是他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放弃 还有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受了这么多伤害 这么多压迫 他现在还是被人追套罚款 或者经常被医院去举报他 投诉他 各样东西 经常被一些卫生局去查封他 他都是可以继续持续每一天去做这件事 而且你看不到他是觉得辛苦的 他被人这样煽发害发 你想想我拿完你的着数 我还要举报你 或者我拿完你的着数 就是我看病不给钱 我还要偷你诊所的东西 但是他可以继续坚持去做这件事 就是这件事是令我很感动的 还有就是木线为真 我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字 为什么木线是沐浴的木 意思就是每一天用线粮去审视自己一次 这一句话真的说得很好 因为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人这么有感觉 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出去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人最缺乏的良知和善良之外 我爷爷也是中医来的 我爷爷在我出生之前已经死了 所以我对他完全没有接触过 对他认知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还记得他以前在开诊所的时候 因为很多中医其实都是本着医德去医人的 他也是一样不收钱 就是窮人医病是不收钱 你想想以前那年代更加窮 我爷爷那年代 曾经他被人偷那只驼标 驼标现在都不会便宜 当时是超级贵 他是给一个诊所的病人 也是不花钱的去偷了 我记得自此他因为这件事 他觉得他不应该再免费帮人看症 我爷爷那时候 因为家里也不是有钱 你去做中医做得窮人大富 你自己哪有钱症 有点打沉了 令到他之后没有再去帮人免费看病 但是我不会觉得这样是一个 就是说你这么坏的 因为人家这样一次就不帮人看病 我反而觉得这个反而才是人性 那武耀成他可以抵抗到这种人性 真的很夸张 就是夸张地 我觉得是 你可以抑压到你内心的那种 无论是愤怒 我相信他一定会生气 一定会有绝望伤心的时候 但是他可以跨得过去 他的徒弟还跟我说到 他说其实针灸这条路是很难捱的 我开始不明白 我说针灸不是很吃香的吗 那你在他身上学会了针灸 然后你就可以出去找吃 我们一般人都会这样想 他告诉我 其实师傅经常教他们一件事 为什么针灸是这么难呢 因为师傅很多年都没有收钱 所以他会有很多病号 就是那些患者给他看 但是如果你要一个新人 他有这么多患者 然后你收钱 是基本没可能的 所以师傅是教他们 最初一定是不可以收钱的 因为你不收钱 人家才会给你去针灸 你可以对他们做链接 所以头过很多年 其实你都要挨穷 但是你想想 现在这个年代 就算在大陆 哪有可能是 会浪费那么多时间 人家会觉得你傻的 你不收钱 天天看几百个证 因为武耀成已经挨出头 但是你叫现在这个年代的人 这样挨 其实是没什么可能的 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是 放弃了针灸这条路 或者拿其他的东西去做辅助 针灸变了不是一个主材 所以跟我们认知是不同的 我们可能很多人 讨完中医 技术不足 根本完全没有经验 但已经是落手落地帮人针 因为他们想赚钱 那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很多徒弟 就算他们最后 是放弃了做针灸这件事 他们有很多人 都会因为武耀成而变得很善良 而且整个人 你会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很多人跟他那个时间 也有长有短 其实我也有机会去西安 我现在都在想会什么时候去 我很想亲身去见他 而且是用我自己的角度去拍给大家看 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人 或者是很切实的 就是用我一个香港人的角度也好 或者总之我是完全没有接触过他的 我也都不了解中医是什么一回事的一个人去拍他 他也很乐意的 他也很喜欢见镜头的 所以这个我之后才会跟大家更新 看看我什么时候去 还有我会去多久 刚才那个不收钱 就是他拿病好这个概念 我想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是完全不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他还经常跟一徒弟说 小智慧是免费三年 就是免费 不要收钱和别人斟三年 大智慧是免费十年 推而求其次 就叫别人随便给 对穷苦的人不收费 你收的越少做得越多 你的技术会自然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他成功的那种思路 就是没有要成 他有一样还说 他说如果针灸收贵了 就不会专注技术 因为收贵病人就会很少 也会安逸了 偏离了初心 就是你打算拿来赚钱 自然就会做得不好 刚才说到 不会因为伤害而剝夺了你的善良 他的徒弟也跟我说 有时看着师傅 一天医了四百个病人 你想想你一天清醒的时间有多少 可以看四百个症 即是经常叫别人随便给你 你不给也行 试过一天 真的很惨 我真的看到这里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收十多元一天 连自己吃饭的饭钱也不够 因为人是贪婪 我也有跟他说人家是贪心 他们未必是没有钱 那就知道你可以不给钱 是不是 那他就不给了 或者他觉得我自己的病 看西医已经医了很多钱了 现在难得你这个中医针 不用钱 那我当然不给了 省得一元一元 那去到这些时候 其实我觉得反过来 在香港可能都会很累 他一直都没什么钱 之前就试过玩的 我想是Bitcoin的数字货币 那有一笔还财 我说是没有要成 那其实他想人 他自己赚到钱 他人真的很纯真 他就叫那些徒弟 你也玩吧 我都想你们 即是找到钱 那接着那些徒弟就说 啊 即是我亏了钱了 师傅 我没有你找到这一块钱 然后他就包底 他包了那些徒弟 总之你亏了多少 我都 即是去 去贴你 但是其实那些徒弟跟他 是没有给过钱的 那你想想这些是什么人 我都不懂得说 你给我 我想我早就已经放弃了 去所谓收徒弟 或者是免费帮人体证这一件事 他最近还被 在太原被那些慰计委 查封 罚了十几万 然后去西安 回到西安做 没几天又被人收通知罚款 所以他现在其实名气 就是比较大 中国也很麻烦 你也经常被人追罚款 你想想他经常被人随便给 随便给 你随便给哪里收到这么多钱 才可以 但是你一罚也没有了十几万 所以 是的 讲到这里 我想大家都会对这个人 有一些概念 他也提到 很多医院的医生 是不喜欢没有要性的 因为很多医生 他们自己医不好的病 但是去到你那里 竟然可以康复 即是那种 你说疾度也好 即是觉得你 好像在剥夺我的面子也好 所以就会很针对他 即是去某些 某些机构 或政府机构 去投诉他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这些是很没有医得的人 即是作为医生 你自己医不好 但是你也是应该 想人去医好你的患者 即是我 可能我手术 我做不到这个人的手术 但你也会想有人去做到 然后去医好他 但是似乎 很多人是不会这样想的 那 大致上 其实 就是 关于武耀成的东西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这一段时间他都走来走去 因为要避开一些人的投诉 各样东西 其实他有时候真的 简单到一个很小的位置 他一可以帮别人去做针灸 即是免费体证 就会觉得多了很多人 那当你多了很多人 附近小区的人 就会投诉 就会不喜欢 因为随随地 你会突然间 那小区可能本身很平静 但他过来之后 就会突然多了几百人 那他的徒弟都几十人 那所以是 就是 我也理解的 那在这里 我就给他的片段给大家看 那你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 和平时如何去做一个治疗 和病人 你会看完影片之后 我想大家都会感受到 他是一个什么形象的 就是我称之为 我觉得是接近神级的男人 你看我的孩子 你就把他的腿给家kal 他也无论 他要脏腿 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